接下來要教的也是一個考試才會出現的題目叫做 粒子觀點 就是用東西是一顆一顆所組成的來解釋一些事情 這叫做粒子觀點 原子說就是東西都是一顆一顆的原子 然後構成所謂的分子 所以用一顆一顆的觀點去解釋它 這叫做所謂的粒子觀點 我們可以用粒子觀點來解釋 東西的三態變化 我們教過的固態液態氣態 我們這個影片我們過去曾經看過 固體的時候就一顆擺得好好的 所以體積固定形狀固定 然後開始融化 變形態開始可以搓來搓去 可以搓來搓去的時候表示形狀沒有固定 可是體積會固定 然後這樣可以這樣子可以移動出來出去 它分子的距離會變大 然後呢可以比較活動性會增強 然後繼續加熱繼續加熱 然後等到它變成氣態的時候 就變成一顆一顆的跑來跑去 到處亂飛到處亂跑 所以體積也不會固定 形狀也不會固定 這就是所謂的氣體 所以這叫做粒子觀點來解釋固態液態跟氣態 所以 物態 還好 不大會動 還好不大會動 液態 比較可以動 但是基本上舒服還在 氣態 各自奔逃 所以體積不固定 所以形狀也不固定 這個是用粒子觀點來解釋三態 粒子觀點可以解釋熱脹冷縮 因為受熱的時候 東西比較會動 距離會拉開 所以體積就會膨脹 冷的時候比較不會動 距離會比較靠近 所以就收縮 所以基本上還用粒子觀點解釋為什麼會熱脹冷縮 可以用粒子觀點來解釋擴散 氣體比較會擴散 因為氣體可以到處亂跑 所以從這邊跑到別的地方去 液體在液體裡面也可以散開來 可以跑開來 所以就可以解釋擴散 為什麼會從這裡跑到那邊去 可以解釋擴散 然後也可以知道 溫度越高 東西會跑得越快 所以就表示擴散速度就會越大 可以解釋說為什麼會 溫度會影響擴散的快慢 可以了解 然後可以解釋溫解跟過濾 溫解就是它被拆開來了 然後小分子塞在那個大分子中間 就溫解了 溫值被拆散 塞在溫劑的中間 就溫解了 那這樣可以解釋什麼 懸浮容易啊 懸浮其實是沒有溫嘛 太大顆了嘛 還有所謂的膠態容易啊 大顆一點嘛 所以呢 一坨在那邊 所以會造出光霧啊什麼之類的 都可以用這方法來跟大家講 來解釋 會溫解 也可以解釋過濾 就是 因為顆粒有大小 所以可以過得去或過不去 所以就可以解釋掉 它為什麼可以過濾 可以解釋過濾 比較重要的是這種 可以用粒子觀念來解釋 什麼叫元素 什麼叫化合物 如果這裡面 只有一種原子的 只有一種原子的 只有一種球的 那就叫做元素 所以甲裡面只有紅球 所以甲是元素 乙裡面只有綠球 所以乙也是元素 裡面只有一種原子的 就叫做元素 如果有兩種以上的原子 就是兩種以上的元素 用一定的比例 就是一定的種類 一定的樹木 一定的排列方式 結合的就叫做 所謂的化合物 所以丙 每個都是一紅兩綠 然後就要擺這樣子 形狀也都一樣 那麼它就叫做化合物 所以呢 甲跟乙叫做元素 丙叫做化合物 這個是我們考試比較會問的問題 就開始問你 誰是元素 誰是化合物 等一下會問你 誰是純物質 誰是混合物 就是 用粒子觀點來解釋 用粒子觀點來解釋 一些像現象 後面還有一些別的 我們待會再說 好我們現在就要用 粒子觀點來解釋 什麼叫做純物質 什麼叫做混合物 純物質就是裡面只有一種分子 手伸進去拿出來東西都長得完全一樣 這樣叫做純物質 假怎麼拿都是一顆紅球 所以假叫做純物質 魚怎麼拿都是一紅加兩綠 所以魚也叫做純物質 可是丙就不是了 丙伸進去有的時候會拿到一紅 有的時候會拿到兩綠 這表示有兩種以上的分子 這種叫做所謂的混合物 叫做所謂的混合物 所以裡面只有一種分子的叫做純物質 有兩種以上分子的叫做混合物 丁是一個特別狀況 我要跟你說 我們的參考書跟我們的課本 都告訴你純物質包括元素跟化合物 這個說法是錯了 正確的說法是包含單質跟化合物 可是國中沒有單質這個名字 台灣的國中沒有單質這個名字 就只好告訴你是元素 這是不對的 這是不對的 比如說丁 一 它是元素 因為它只有綠球 它只有一種原子 所以它是元素 二 它是混合物 因為手進進去 有的時候抓出兩綠 有的時候抓出三綠 所以它是混合物 還有不同分子 所以告訴你說 純物質分錯元素跟化合物 這個說法是錯的 不過因為台灣都這樣教 考試就這樣考就好 但是關於是錯的 像丁這個 這個我記得考過 丁這個圖我記得考過 它是混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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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然後可以解釋物理變化跟化學變化 反應前後分子都沒有改變的 叫做物理變化 左邊都是一顆一顆的綠球 右邊還是一顆一顆的綠球 所以呢 這只是從固態變液態 或者固態變成氣態 所以這個叫做物理變化 這叫做物理變化 物理變化 它沒有 沒有 化學變化就是會 分子會重新的排列 組合 會產生新的分子 前面長這樣 後面長那樣 分子不一樣了 重新排列組合過 不一樣 所以這種叫做 所謂的化學變化 要換 所以要做原則它有新的分子會生成 有新分子會生成 前面是兩紅加兩綠 後面變成有兩紅的跟一紅跟兩綠的 OK 好 這樣叫做化學變化 這就是 用例子觀點解釋物理變化跟化學變化 整個例子觀點的比較會出的問題就是問說 請問你圖裡面顯示的是原素還是化合物 圖裡面顯示的是寵物質還是混合物 我們已經跟各位講過判斷的方法了 這個就是你要曉得的事情 叫做例子觀點解釋這些有的沒有的 OK嗎 OK OK